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跟刚刚不一样的是 刚刚是给表格 那我们现在是给一个函数 那给函数其实我们就会有很多点 就是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表格 无穷无尽的表格 那我们一开始看这题目之前 先抓一个关键值 一开始最关键就是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我们在理解上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它到底是指什么呢 它是指是说T是时间 T是时间 那W是什么 W是温度 所以好像就是有一个水 它的温度一直在变化 变化情况 那它想要求的是什么呢 平均变化率在两分到三分这期间 这个总共增加了多少 那如果只是纯计算的话 其实是一个蛮简单的东西 那也是蛮无趣的东西 变化率就是什么 就是变化 温度变化量除以这个时间间隔 我现在时间间隔刚好是一分钟 所以刚好这个东西变化率就是什么呢 变化量 所以我们就把这 3跟2带回去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个 这个东西 那后面的话呢 就用计算机来算一下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变成14.06 也就是说对在2分的时候它是31.3度 3分的时候是45.36度 在这1分钟里面上升了14.06度 平均变化率也是14.06度 因为现在时间间隔刚好是1分钟 但是呢 我们绝对不要甘于就是说 只是算到这样就结束 看到一个这个式子 我们都要去想一下 它整个代表的意义 这才是数学里面有趣的部分 对 我们不只要看这个点 我们再要看整个东西 那怎么去了解这一个式子呢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式子要如何去了解 这个式子 它的样子就是说上面是一个常数 下面是1加上4的1的这个-0.6t 那我们要先回想一下 1的-x这个图形是怎样 1 1其实就是2.718 那这个1的x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增长很快 就是蓝色这条线 对 大概3的时候已经超过10了 那这个4的时候就是已经 可能快要4的时候应该已经超过100了 那1的-x就是一个下降很快的 就是一下子就会到0 一下子就会到0的函数 但是这两个都通过01这个点 那现在对于这个w这个函数呢 我们要理解的也是一样 就是说0的时候是多少 很大的时候是多少 所以0的时候呢 把0带回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把0带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1加4 因为这里是1 1加4的5分之100 所以就代表是20 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这个函数的初始值是20 比如说这个水杯一开始的温度是20度 那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后 对无限大就是很久很久以后呢 很久以后这边事实上就变成了是0 所以这里就会很靠近100 但是基本上我们会觉得它很靠近 但是永远碰不到 1.001 100出1.001就变成很靠近100 所以它是无法超越100 100是它的一个天弦 无法超越 但是还是会越来越靠近 就是很久之后 但其实也不用太久 大概可能10分钟之后 这个东西就很靠近了 那这个是我们传统 就是说看到一个式子的一个初步分析 但除了我们这样初步分析之外呢 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些工具 就是用George Bar一些绘图软体 可以让我们了解更清楚一点点 那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先输入一下它这个函数 那刚刚我其实已经都先事先输入过了 先把这个东西先输入进去 那就是这里得到这个函数图 那我们可以再输入这个两点 这两点就是A跟B AB两点 那AB两点的话呢 现在一开始1是2 那我们想要算的是它们的 它们的这个 那个割线 割线 而且重点我们关心的是 割线的斜率是多少 就是算它割线斜率 所以这题的话 刚好1 2的时候割线斜率就是14.06 那这个函数图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天弦 它永远就是在 X 2的时候已经跟这里非常靠近了 就是永远无法超越 那初始值是这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的变化了 就是说B如果怎么样 B如果是 一开始好像会讲割线斜率好像会变大一点点 但是后来就已经变缓 那这里的话呢也是那个 对 一开始 一开始会比较抖 后来比较缓 那这个 什么时候会 对那我们关心的 以后是什么时候 那怎样斜率会最大 那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关心的议题 那大家可以可以猜看看 这一条对啊他们是怎样 好像好像可以到15 对不知道可不可以15还大呢 那就可以再试试看看 对试试看 好那这也是我们后面想要讲的 这个函数什么时候会变化量最大 这是我们先买一个伏笔 对但是我们现在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们要看一段时间的变化量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割线斜率来求得 那一个函数呢 你要把尽量 练习用这个工具软件 让我们对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冒 所以就是说这个等于是说沸水 对 就是煮沸水 一开始饿死 但是过了很久之后呢 就会迈向100度迈进 越来越靠近100度 那我们再回过 回来看一下 所以 这边里面呢 我们就有一个这个图 这个图 就是他整个图 那 还可以再追问了一个小细节就是 这一个割线斜率的方程式怎么求呢 对 所以割线斜率方程式我们就用点斜式 因为我们先用 我们就是通过AB这点 AB这两点 所以这里就是斜率 那他通过这两点 我们要算割线方程式就是 他通过 1的时候呢 Y是31.3 X是1的时候 斜率是14.06 所以就是他的割线方程式的点斜式 那透过一项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好 我们再把这一节再回顾一下 所以 重点是什么呢 对 重点就是 其实他给一个函数 我们要算变化率其实是很简单的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们尽量都要去开始去感受一下 对 一个函数 他的变化的情况代表的意思是怎样 那我们现在最基本的就是先看 t等0跟t等无限大 这个稍微先想象一下他的样子 那这里可以透过一些George 把让我们先操作 先有一些感觉 那之后我们这位 用那个微积分来做一些定量的分析 我们先有一些定性的感觉 那接下来看定量的分析